第六十二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在即 关岳将与丈夫佟大为携手和电影《金灵十三拆》剧组一起踏上红毯 昨天夫妇二人来到机场 以抢眼的绿色袜子夺人眼球 佟大为坦言这是情侣出行 大秀恩爱 也许绿色会带给他们好运 对是说你能带来幸运吗 幸运 幸运色吗 那为什么两个人一定要穿绿袜子 虽然此次《金灵十三拆》并未入围 但未影响佟大为的好心情 坦言就当和夫人去旅行度假 据悉关岳最终选定了四到五套礼服配合柏林电影集的红毯仪式 因为天气寒冷又要体现东方人的美 关岳可是备好了防寒措施 此次除了要以佟大为太太出席外 还要以制作人的身份亮相 坦言要取心回国 除此之外王权安张雨琪夫妻俩也是匆忙抵达机场 二人身色着装低调入关 段奕红老师则以亮色泥子大衣现身机场 心情大好他和媒体朋友们挥手打招呼后便入关 打招呼高五 Dat Lord 冷冷冷冷 放近 水 河道 林小伙 林 Java 林浩 光